0403花蓮墙镇引发国际关注 其中和花蓮市情谊深厚 位在日本冲绳县的姐妹市宇纳国艇 也特别由艇长细数建议 透过视讯向花蓮市传递关怀 本地宇纳国希望能帮助姐妹市花蓮的门关 0403花蓮墙镇位在日本冲绳县的宇纳国岛也相当有感 当地观测到最大阵度市集的摇晃 得知花蓮地区灾情严重 宇纳国艇只发现了在亭一场办公室前设置捐款箱 展现与花蓮市的友好情谊 而在19号下午 亭长秘书建议也透过视讯向花蓮市传递关怀 我想花蓮市跟宇纳国近42年的一个姐妹市的一个情感 在发生地震的同时 第一时间 亭长跟我们所有的办公室里面的同仁以及议会 都有打电话来做一个慰问 那真的特别的感谢 那时至今日 亭长在今天那也跟 嘉宁这边来视讯 那关心一下我们花蓮市目前的 不管是建筑或是道路或是 我们有无人员伤亡的这一个部分 那也了解到亭长在岛内 要帮我们所有花蓮这边来做一个募款的一个动作 那再次的感谢秘书建议亭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亭纳国的好朋友们 秘书建议透过视讯表示 虽然与那国岛和台湾距离最近 但无法在第一时间感到非常遗憾 而这一次的捐款行动不只有岛民参与 也收到许多来自岛外的捐款 希望帮助花蓮占度难关 并给予花蓮诚挚的慰问 而陈受邀担任花蓮太平洋重古马拉松代言的前黑岛盟小姐 也在线上担任翻译并为花蓮加油 记者徐立琴 花蓮市报导